大家好 今天一如往常 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給大家 今天要開箱的主角是隨行杯 我們知道現在台灣都很鼓勵 大家在外帶飲料的時候自己帶杯子 可以折抵五塊錢 有些店家會折抵更多 五塊是基本 那這時候的話 因為我每天都要喝咖啡 那這個咖啡的話 其實咖啡的隨行杯跟一般的隨行杯 有一個地方很不一樣 就是不鏽鋼 或者是說其他的一些材質的話 它會影響到咖啡的口感 那當然我不敢講說我們喝咖啡有多講究 我大部分也還是喝便利商店 但是便利商店的咖啡 我們都知道 口感已經不算是很好了 那如果說又讓一些杯子的材質 給影響到的時候的話 那這樣子就划不來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開箱 是站在我要如何去外帶一杯咖啡 而且又有考量到保溫性 還有它的材質 以及對於咖啡的口感 還有它的咖啡喝的時候的救口性 所謂的救口 就是我們在喝的時候 那個嘴巴跟咖啡接觸的那個瞬間的感覺 以提升咖啡口感為目標 在做開箱跟分享 然後我會將我最近買到的這幾個產品 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優劣分析 那我必須說一實在話 你們可以看到說杯子很多對不對 我說在沒有業配 我們的觀眾量也不至於可以收得到贊助 所以說就單純是我自己買來的杯子 跟大家做介紹 好 我先介紹一下最左邊的這一個 而且我接下來會跟各位說明 我為什麼是照這樣的順序排列 那這些杯子的話 都是前後大概是四天的時間內 來購買齊全的 好 那今天的話 是過年前最後的一個週末 我今天其實花很多時間在打掃家裡 抽空分享杯子給大家 那先祝各位 兔年行大運 揚眉吐氣 錢兔市井 好 幾下話說完了 我們開始開箱 那這個最左邊這個 它是 泰杯 它是泰製品 那這個杯子的話 它叫做金魚杯 那是全泰的 那全泰的話 它的這個包裝裡面的話 其實蠻單純的 它有一些說明的手冊 說明書 那還有DM 然後它會有附了一根 純鈦的 粗吸管 那這個口徑的話 應該是大概一公分左右的口徑 它是可以很方便的喝珍珠奶茶 然後它也貼心的附上了一個 洗吸管專用的這個刷子 那是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附帶的 這樣子是一組 算一比價錢 那這個杯子的話 我是在伯克萊上面買的 那很幸運 也是有趕上他們的會員日 所以說打了一點折扣 那這杯子的話 坦白說 它比是我現在桌上的這四個杯子裡面 它價格最高的 那價格高的原因 也很簡單 因為它是純泰製作的 那我們都知道泰 泰製品的話 它本來就比較貴 不過我覺得 我這個其實入手價的話 大概是兩千塊錢左右 它當然是比所有的保溫杯來講的話 它是相對比較貴 而且它貴大概是一倍以上的價錢 不過泰製品的話 它還是物有所知 那我現在最近的話 都在找要喝咖啡用的咖啡 所以說我最在乎的第一個條件的話 就是它必須要對咖啡的口味 還有它的不能夠變質 那泰的這個安全性的話 大家都知道 就是食品安全的部分 都知道 那第二個的話 它對於這個內容物的化學性質的話 是比較安定的 所以說它不會去影響到咖啡的口感 這是我第一優先 要選擇我的杯子的條件 那第二的話 就是它的保溫性 因為我喝咖啡從來都不喝冰的 很少很少喝冰的 我大部分都是喝熱的 那熱的時候的話 它的這個溫度的話 對於它的口味 就是相當重要 那第三的話 就是說這個杯子的外型 其實我是十足的外貿協會的這個會員 因為我本身是學音樂的 所以說基本上這個杯子的外型好不好 我非常的看重 那接下來的話 你看到另外三個成員的話 你們大概影樂也可以感覺到 我們其實都是往外型方向去做考量 好 那但是很遺憾的是說 你用那個鈦金屬的杯子的話 它的外型都不會是太好 因為它在鈦這個材質 它在加工的過程裡面的話 它本來就是一個比較不容易加工的材質 所以說它在外型的部分的話 就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不過沒關係它這個是叫做金魚杯 那它有另外一款杯子 目前我自己也預購了 因為我買了這個杯子以後 我覺得它品質不錯 所以說我預購了它的下一款 就是叫做袋鼠杯 那這個杯子的話 當然我沒有搶到最早鳥 所以說我必須要到農曆年後 我才拿得到 那個時候的話如果說大家有興趣 我再開箱給大家看 那的杯子 袋鼠杯的話 袋鼠瓶 因為它的瓶口比較窄 所以它稱為袋鼠瓶 它就保溫性質會比較好 那它形狀也會稍微好看一點 那這個金魚杯的話 因為它開口是完全很寬的 所以說它撐杯子 我覺得它這個產品也很好 甚至我說實在話 以目前呢 我以袋鼠瓶的外型 還有它的功能 屬性的話 我偏好金魚杯多一些 為什麼呢 它的特色是說 它可以用手進去洗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用手 就可以完全伸到裡面去 而且我會洗得非常乾淨 第二個的話是說 說實在話的 我們不是要一個很長時間 保溫的過程 我們一杯咖啡 你們喝多久 我了不起讓你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喝完了 因為這容量沒多少 那所以說 它我的保溫性 不會很要求 所以說 袋鼠杯的保溫性 一定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它的口比較小 而且它的口也是鈦金屬的 那這個金魚杯的話 它其實就是 講求一個便利性 我們到咖啡啊 或是飲料店 做外帶的時候的便利性 那他們這一家的杯子的話 都有一個特色 他們會很希望說 大家用吸管的時候的話 這吸管是很方便的 可以放在杯子中的 所以說好 我們看到它這個吸管的話 這個長度的話 剛好都是符合這個 杯子的高度 那再加上 它前面都有做一個切口 所以說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再細珍珠 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每一顆珍珠都守到勤來 幫到肚子裡 那它的特色是說 它在這個杯口的話 它會 有一個空間 然後去保存這個吸管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吸管 絕對不可能說 埋沒到杯子裡面去 每次我不要喝 我還要掏它出來 它一定會露出來 會比杯子的高度再高一些 那高一些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去收藏它 不然的話 它這個外面 又沾到一些東西的話 尤其現在疫情 衛生也很重要 然後它這個杯子的話 它有附兩個這個杯頭 它有一個一般的頭 然後有一個是金魚的頭 那一般的頭 奇怪 我一般頭放去哪裡 一般頭的話還在啦 只是說我現在不知道 一時間拿不到 不知道放到哪邊去了 所以說它附了兩個頭在裡面 那我簡單的 再歸納一下這個杯子的特色 第一個是 它的保溫性質 我想應該是不錯 第二的話 是它有附一個吸管 而且這個吸管的話 它在設計的過程裡面 它已經找到它合適的家了 所以說你在這個吸管的收納的話 跟杯子是一體性的 這個相當棒的 那此外的話 我覺得它不錯的地方的話 再跟各位介紹 它這個杯底的話 杯底它是圓形的 它有一個弧形 那這個弧形的話 它會讓珍珠都集中到中間來 讓你一口打進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說 它的杯口相當的寬 你清洗相當方便 然後再者的話 它在這個密封信的話 的這個矽膠環 也做得不錯 再加上它們有做了多次的 這個設計 所以說它現在這個密封信 是蠻好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不錯的性質 而且它的這些耗材 都可以做局部更換 那再者的話 我非常欣賞這一家的杯子 的一個原因是 它連杯蓋的內側 都是太金屬的 所以說我們會盡可能 在吃到一些毒物的過程裡面 是相當少 因為塑膠的話 它會釋放出一些化學物質 或者是雙氛那些會環境荷爾蒙 那這些的話 它都盡可能去避免的 當然還是有部分 還是會露出來 這已經是 我看見市面上的產品裡面 相對的已經是 最少接觸到 塑膠材質的杯子了 好 這是這個金魚杯 花了蠻多時間 然後我們講第二個 那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它是要做 這個是 Fellow Carter 卡特杯 這個卡特杯 其實在咖啡界 算是相當有名氣 如果說大家有看PTT 的咖啡板的話 你一定對這個杯子 想得不陌生 那這個杯子的話 它的設計相當的漂亮 它外型 我今天買的是瘦版的 它這個外型 是不錯啦 外型不錯 對 很圓滑 很滑順這樣子 那它打開了之後的話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特色就是 它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 這個叫做 茶 茶 檔茶 檔茶葉的 這個叫做 茶檔 是不是 那它的特色是 它內層 都是 陶瓷的 陶瓷內層 那 其他的部位的話 是 補鏽鋼的材質 那我今天買的 這是瘦版的 那這瘦版的話 它可以 比較 因為胖版真的很胖 我們在車上的話 沒辦法放到車架裡面去 不過 很遺憾的 這一個瘦版 我在我的車子上面的車架 它還是放不下去 稍微再寬了一點點 可能是我自己車架 那個車上的杯架 的size比較小 這maybe 那但是 我 我覺得這個 我當時是為了說 要能夠在車上使用 我才買了瘦版 要不然的話 買胖版也不錯 胖版的話 它的杯口比較大 可以試用 所有的那個 我們在 沖泡咖啡的時候的濾杯 它都能夠使用 那如果說 你今天買了瘦版之後的話 你的濾杯 只能夠用 他們這個Fello 這個品牌 他們自己的濾杯了 是這樣子 那我總結一下 這一個特色 這杯子的話 第一個是它外型很好看 再來第二個是 它這不鏽鋼 是304不鏽鋼 但是很遺憾的 它有一個焊道 我們知道 在焊接的過程裡面 這個焊道的話 它都會釋放出 重金屬 會有一些風險在 所以說 這是一個很缺焊 但是它裡面呢 在coating了一層 陶瓷之後的話 應該是可以將 這個焊道 所釋放金屬的 風險降低 那這個陶瓷的話 因為它的 化學有穩定性 所以說它對於 咖啡的 這個口感 跟口味 是會有影響的 那再者 我必須要介紹一下 這個卡特杯 Fello的卡特杯 它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這個 邊框 它很薄 很薄 所以說 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那個口 在這個地方的話 你的舌頭跟你的嘴唇 會很輕易的接觸到 這個咖啡 所以說你在舊口性很好 而且其實會提升 咖啡的口感 這很奇妙 不過這是事實 你在喝的時候 那個入口的 瞬間的話 影響口感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一個杯子的話 外型不錯 放在桌上的話 開會很適合 好 這是第二號選手 叫做 Fello卡特杯 然後它還有一個這個套子 是附贈的 蠻好看的 好第三的話 是在咖啡版裡面的話 也是很著名的一個選手 這個就是很多人討論的 那我覺得它也不錯 它叫做 Kip Cup 是澳洲的品牌 它是從澳洲人 他們有一家咖啡店 他們的外帶杯 後來它變成一個商品化的商品 那我今天我買的這一個 杯子的話 它是medium的 也就是12盎司 我說明一下 這也是12盎司 12盎司 這也是12盎司 那基本上 這個也是12盎司 我們等一下第四號選手 第四號選手也是12盎司 那這一個的話 我是買 660毫升的size 他們可以站在一起 比較身高 那這個Kip Cup的話 它的 我這邊 我現在手上拿了這一個杯子的話 它是 玻璃的 但是它是強化玻璃 就是它含了比較高的鈣 的強化玻璃 是這樣子 那這玻璃的話 我相信它在咖啡的口感的影響上面 一定會是最小 好 因為它在這個材質上面的話 就有很強 很好的化學安定性 所以它對於裡面的咖啡內容物的話 影響應該是相當的少 口感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然後 但是它的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欸 它蠻好看的 而且跟我們的咖啡一樣 假設你今天從咖啡 便利商店也好 還是說從星巴克也好 外帶一杯咖啡的話 它最像一個外帶杯的樣子 它最像一個外帶杯的樣子 對 那 它的一些設計也不錯 例如說 它的這個 我們可以喝的地方 還有它的這個 Sealing 都是 蠻好的設計 它從 這個口 這個蓋子轉過來 它就可以 控制它的開跟關 然後它的 蓋上的時候 它有一個稍微卡榫的感覺 蓋上去 那 它的 但是它沒有螺紋 所以說它的開啟的話 你必須要是像這樣的開啟 所以說 我必須要說明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杯子 讓你簡單用的 而且是手拿用的 這個杯子不是要讓你密封閉性 或是密閉性 可以讓你 裝了咖啡之後 蓋上蓋子可以放包包的 只是不能放包包的 因為它一定會露 因為它 第一個它沒有螺紋 然後呢 它又是這種很簡易的蓋上去 它一定會露 這個是一定會露的 請各位要注意 那它的好處的話 就是 第一個它的玻璃材質 我覺得很棒 因為它是絕對十足 百分百的化學安定 所以對於咖啡的口感 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第二是它的形狀 它的外型真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質感很好 你看起來 這裡面就算是裝的 Saven的咖啡 看起來好像是裝的什麼 很好的咖啡一樣 當然它也會影響到 我們在喝咖啡的心情 這個叫做儀式感 那我覺得這一個 那我覺得這一個 Kip Cup的儀式感是最棒的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喝咖啡的感受 是一個感性的感受 那你感性的感受 裡面的話 我們能夠加強這個感性感受 都是很值得的投資 所以說 我雖然知道說 這個Kip Cup它的設計 並不是環絕密封 而且它沒有絲毫的保溫性 那清洗上面的話 因為它外面的這一個 叫做軟木塞 它是沒辦法拆下來的 所以說我們在沖洗的時候 也比較小心 不要說去讓這個 軟木塞進水 然後發霉了 所以說它在使用上面的話 限制是比較多的 沒有那麼的方便 但是我還是買了它 主要就是因為它 其他種種的因素 當然我很在乎儀式感 此外我必須要說明一下 Kip Cup他們的杯子 賣得非常的貴 像我們這個medium size的杯子 然後又是純玻璃的杯子的話 這一個的話 都要到800塊的定價 它賣得蠻貴的 好 那第四個選手的話 它也是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一個比較大家都知道的杯子 也是我們在PTT咖啡板上面 蠻多人推薦的 它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叫做Kinto Kinto的話它叫做 Travel Travel Tumble 的那個杯子 那這個一樣是12盎司 12盎司 因為我其實我喝咖啡的話 我盡量的買中杯 為什麼呢? 因為口感我很在乎 所以說你大杯的時候 你如果沒喝完 或者是說要放一段時間的話 它都不是很理想 好 那這一個 所以說這也是12盎司 中杯的size 那這一個杯子的特色的話 是說它的外型非常簡約也很好看 那再來是說我們打開了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設計相當的良好 第一個它外面這個杯子可以拿掉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救口 那你也可以加上了這第二層的蓋子 第二層的蓋子的話它有一個特色 它就是有茶檔的功能 此外的話 其實這一個就是要讓你喝咖啡用的 為什麼呢? 它叫節流 它讓你的這個節流 是比較順利的 而且你在咖啡流出來的過程裡面 它會跟空氣 有適當的混合 所以說 你的咖啡真的會喝起來比較好喝 再者說 我們如果是這樣子在拿著的時候 萬一邊走邊喝的時候 遇到一些突發狀況 或是你在開車的時候 邊開邊喝的時候 它會讓你有一個緩衝 當然它咖啡也會流出來 但是至少不會飛濺出來 它有一個很多的好處 所以它這一個部分 這個節流法的話 它設計得相當好 這是我推薦它的一個地方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說明一下 它這杯子的杯底的話 你必須要用刷子去刷它 去洗它 所以說 第二個的話是 它還是304不鏽鋼 而不是316不鏽鋼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18-8的不鏽鋼 那316不鏽鋼 它又更高個等級 它是18-10的不鏽鋼 而且再加上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得到 這邊裡面有一個焊道 大家看到沒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焊道? 對 有看到焊道 其實焊道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 食品安全上面的話 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喜歡 那再加上 它裡面是沒有任何塗層 它是完全純的不鏽鋼 而且它又不是太金屬 所以說它的化學安定性並不好 你咖啡裝在這裡面的話 它一定口感會變質的 所以說這個杯子的話 我大概把它定位成就是 我臨時沒有杯子的時候 我去使用的 所以說 它在我桌上這四個杯子裡面 在我的Priority的順序 它是第四名 就是它是應急用的杯子 我並沒有那麼喜歡它 好 那我說明一下 我接下來 因為影片 每次有很多的觀眾 都跟我講說 我的影片太冗長 好 那我就趕快盡量的把它尖端起來 我接下來 做這四個杯子的 Summary 這四個杯子的話 來 我們把它的包裝盒也都放回來 這四個杯子 我最喜歡 那依序排列的話 是左邊 好 純鈦的這一個金魚杯 好 那大家可以自己上網路去看 好 比較一下各種 純鈦的杯子 還有它的售價 以及它的設計 對 那這個杯子我最喜歡 好 而且我說 說句實在話 我接下來我的杯子 我再也不買 不鏽鋼的了 好 因為現在的純鈦杯 價格已經不像往年 這麼的高 以前的一個純鈦杯 可以做到四千塊以上的杯子 因為鈦真的是非常貴的 那現在的話 既然價格已經降下來了 我之後的杯子 一定都買純鈦的 不再 我不會再買一個純鈦以外的材質了 這就是我會 為什麼我會推薦它的原因 除了它 然後它也很輕 這是我四個杯子裡面 我最喜歡的 第二個的話是卡特 卡特它裡面裡面的話 是有陶瓷 對 那再來是它的外型不錯 所以說我會將它當作是第一個優先的 備用杯 好 是這樣子 那第三個選手的話 這一個 Kip Cup的話 我也很喜歡 不過因為它的 蓋子 並沒有辦法很密封 所以說你放在包包裡面 是完全不適合的 那我這一個的話 通常就是 我們可能要裝文青的時候 我會拿出來用 當然我每天我都在裝文青 這倒是真的 這是最有儀式感的一個杯子 我也會用它 可是我會看場合 那它的實用性並不是很高 那這一個 Travel Tumbo Tumbler Tumbler 12盎司 350cc的這個杯子的話 它是Kinto的品牌 那這一個的話是 因為它裡面沒有任何的鍍層 然後它的好處的話 是還有帶一個節流法 然後再者 這個杯子也沒有便宜 這個杯子也要大概是 六七百塊錢 好那 所以說綜合 以上的話 我喜歡的序列的話 分明是 1234 也是畫面數來的 從左到右 好 那我簡單的分享一下 這些價錢 大概是多少 這個杯子的話 660毫升的話 它大約是2000元 那 這一個 卡特 Fiddle Carter 的杯子的話 它在12盎司原價的話 大概要在 900塊錢左右 那 這一個 軟木塞系列的 KipCop 玻璃杯 純玻璃喔 不是那個PP 或者是 透明的塑膠杯 它這一個的話 大概也要是900塊錢左右 那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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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to的Travel 它的售價 大概是在700塊 欸 因為它12盎司 大概500塊吧 五六百塊 是這樣子 那以上的話就是 今天 杯子的開箱 好 我們影片 盡可能的提早 把它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